在开始今天这个视频之前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如果你的亲生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你 你会恨她吗 如果你可以很自信地认为你不会恨的话 那么我再加一个情况 如果她不是你所想的那般无奈而放弃你 相反她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却还是抛弃了你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产生犹豫了 而今天这个短片故事就是讲述这个问题 但不幸的是主角她选择包袱 今天视频的语速可能会稍微缓慢 因为我认为这个话题有些沉重 所以如果想听的朋友比较着急 不妨可以把说明速度调到1.5倍 扯武贺还在讲迫时这位母亲遗弃 从小便过着被收养又被遗弃 之后便一直流浪了生活 她一直都以为母亲是因为太过贫穷在遗弃的自己 她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所以她对未曾磨灭的母亲并没有怀恨在心 甚至一直想到以后要给她带去好的生活 她是这样的爱着母亲 扯武贺有一个女朋友叫志英 可是志英却为了钱背叛了她 嫁给了一个黑社会老大 在志英的婚礼上 黑社会老大遭到仇家报复 而她为了救志英中了两发子弹 其中一发子弹在脑袋里拿不出来的位置 虽然抢救了过来 但是她存活的时日并不多了 后来志英给了扯武贺一大笔钱 于是时日不多的扯武贺回到了韩国 她想要去找母亲给她带去好的生活 等到了韩国 她找到母亲不仅不穷 而且生活富裕 她的母亲德西曾经是当红的明星 现在母亲的儿子崔韵也是当红的大明星 扯武贺只能无力 毕无怨恨地接受这个事实 她还找到了当初 跟自己一起被遗弃的双胞胎姐姐 但是姐姐已经是个智力有问题的母亲了 于是 她照顾起了自己 那个生活窘迫的姐姐和外甥 看着自己和姐姐都生活得这么艰难 在与母亲的富裕生活相比较 扯武贺有了报复心理 但她没有跟母亲相认 一天 她的姐姐偷拿着装订了衣服 被老伴娘发现 被老伴娘打 衣服也被硬生生地扯下来 最终 是扯武贺将姐姐从警察局背了回家 这次遭遇 让扯武贺更加鉴定了 对自己母亲的报复 所以扯武贺的报复行动从崔运落手 她之前接近了崔运 成为了她的好兄弟见司机 之后她是在崔运家门口重逢了宋恩采 以前在澳洲的时候 扯武贺第一次遇见了她 那时候她的行李刚被骗走 宋恩采是她明星崔运的助力 也是崔运认为了好朋友 宋恩采一家都为崔运一家工作 也住在一起 难和重逢宋恩采这件事 扯武贺是后悔的 对她来说 在这里遇见的宋恩采 是她今生最大的错 但是她余生唯一的希望 又是希望有宋恩采在身边 可惜的是 宋恩采爱念的人是崔运 但崔运喜欢的人是江敏珠 宋恩采和江敏珠是好朋友 所以宋恩采只能伤心 而大方地帮两个人牵线 宋恩采难过 但是善良了她 坚信之后崔运能够开心 后来她的车武贺的车上 冷不住为此哭泣 车武贺却问 你选的吃饭还是闻我 你选的吃还是跟我睡 一直流浪的她 脾气十足 但最后一句她问的是 你选的吃还是跟我一起死 这时的车武贺早已喜欢上了宋恩采 而两个人也因为这个契机 而开始有了更深的发展 不过前线成功后不久的某个暴雨天 江敏珠单方面宣布分手 而且江敏珠和打扮成神秘男男的车武贺 在约会时 正好被崔运看见了 无法接受自己会被拒绝的自负崔运 蜀魂落魄地在马路上飙车 结果在指天出了车祸 她把车开到了桥下 这就是她的报复方式 但这一次车祸 让崔运明白了自己爱的人 其实是宋恩采 因为她的车祸昏迷之际 浪漫里闪过的人 全是宋恩采 因为这一次车祸 崔运需要进行心脏移植 才能治好 车武贺难受地站在病房门口 看着母亲在那苦苦哀求医生 一定要治好崔运 那本来是她苦苦期待的母爱 而车武贺的心脏 假如与崔运的心脏相比配 她愿意把心脏交给崔运 但她向宋恩采提出了请求 她希望在她死之前 这一段时间 宋恩采 能够在她身边陪伴 宋恩采有些生气 因为她的车祸昏迷 差不多是在交往的 只是车祸昏迷却要去死 就像在玩弄她的感情一般 而且 她觉得车祸昏迷 也是开玩笑的 难道不久后 宋恩采碰巧听见了 她父亲和崔运母亲的对话 她父亲劝崔运母亲 好好地对待将死之人 车祸昏迷吧 听到这 宋恩采才明白 车祸昏迷是得了绝症 所以 她打算把心脏 卷给崔运 而这个时候 母亲还不知道 车祸昏迷就是自己的儿子 车祸昏迷一想到 车祸昏迷得了绝症 就心动地去找她 二人在大雨中相拥 在宾馆里 车祸昏迷告诉 车祸昏迷自己重担的经历 她要亲吻车祸时 病发了 她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 不停地呕吐 不久后 车祸昏迷把死后的 移植手续都办好了 崔运母子都感激涕迷 崔运问车祸昏迷 为什么要把心脏捐给她 车祸昏迷只是说 因为 我是你的哥 你是我的弟 因为 我是你兄弟 这句话是多么的凄凉 因为 在崔运看来 他们之间并没有关系 只有车祸昏迷和宋恩采 度过了一段 很幸福快乐的时光 他们深深地爱着对方 有一次 宋恩采对着车祸昏迷说了 我爱你 他甚至后悔回到了韩国 因为 他随时会死 我该像垃圾般活着 像垃圾般消失 他这样想着 后来 车祸昏迷坦白告诉崔运 自己的身世 崔运则告诉他 自己其实 是羊子 宋恩采的父亲之前 是母亲德西的死鸡 而车祸昏迷双胞胎 也是被他父亲遗弃的 因为车祸昏迷两人 是母亲德西的 死生子 如果被曝光 一定会影响德西的前途 所以 宋恩采父亲 谎称孩子一出生 就死了 车祸昏迷在知道 这一真相后 原谅了母亲 她的母亲给自己 煮一碗面吃 无比悲伤的车祸昏 流着泪吃完那碗面 边吃边想 我会再出生 做你的儿子 我爱你 妈 母亲德西有些疑惑地 看着流泪的车祸昏离开 她自己竟然也毫无缘由地 流起了眼泪 车祸昏迷在门口 溃别了母亲 她骑着机车飙车 一边不要命的骑 一边回忆 直爱的宋恩采 一边流着大量的鼻血 这天 车祸昏死了 而心脏移植手术成功了 宋恩采去听 孙韵那平稳的心脏 心动的哭泣 车祸昏走了 留下一个每天都心动无比 致爱着她的 宋恩采 宋恩采把车祸昏的手机 带回了家 每天给手机打电话 发短信 我爱你 宋恩采去照顾 车祸昏的双胞胎姐姐 只因为在她那 能看到车祸昏的影子 男和宋恩采在那里 找到了车祸昏的日历 这时他才知道 是自己父亲 把车祸昏双胞胎遗弃的 宋恩采不可知心地 被愧疚感占满 这时他的父亲 已经开始搬家 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想让宋恩采 再次快乐起来 男和宋恩采更加悲伤地 倒在了自己那 空荡荡的房间里 恍惚之中 他看见了车祸昏的幻觉 车祸昏的温度对他说 傻瓜 我很好 宋恩采也明儿妻地回答 我想我不是傻瓜 我只是不能忘记你 随随在医院醒来后不久 就跟母亲说了车祸昏的神事 随随母亲这时候 才知道车祸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他的内心悲伤挤了 立刻把车祸昏的双胞胎姐姐和外甥 都带到家里来住 他现在 只能这样弥补自己的女儿和外孙了 母亲德琪给女儿和外孙煮了面 但是煮得太难吃了 可母亲德琪还是哭着 把他吃完了 很快到了车祸昏 确实一年的时间 这天正好是他的季日 崔云特地在这一天开了演唱会 来祭奠自己的哥哥车祸昏 即使过去的一年 孙文采总能在脚脚落落 看见车祸昏的幻影 总是为之动龙 崔云给了孙文采一张门票 希望他能去听演唱会 作为回礼 孙文采把车祸昏一直带着的项链 送给了崔云 而演唱会 孙文采始终没有去 虽然崔云始终 都留一个位置给孙文采 有人说过 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爱得很深 即使为对方死 也会愿意 但他没有死 孙文采这样悲伤地想着 这天 孙文采离开了崔云家 他前往了车祸昏的坟墓 崔云在孙文采的房间里 看到了两部手机 一部车祸昏的 一部 孙文采的 车祸昏的手机还在亮着屏幕 里面有上百条短信 都是孙文采发的 每一条短信都包含着 孙文采无尽的思念 与悲伤 孙文采将一束白花 放在了墓上 他面容巧悲伤 温柔地缝摸着墓地 心疼地说道 吴鹤 我在这里 那我们来生再见吧 我想我们今生无缘 那么就来生再见 再来生 我永远也不会让你 再孤独一个人呢 永远也不会 孙文采永远地躺在了 车祸昏的坟墓上 仿佛就像以前一样 他躺在车祸和温柔的怀里一般 这个故事没有细节 只有大致的剧情更改 因为他改编自一部电视剧 对不起 我爱你 因为开播后 创下了很高的熟识率 于是便再打造了一部 在这一念间的动画 将整部剧 最感人的情节都提取出来 在这里你看到 所有人都似乎很好 但在原作 母亲很讨厌车祸和温 甚至动手打他 并且要求儿子崔韵 开除他 最要命的是 那可怜的双胞胎姐姐 也被他打过了 一切的转变 还是在听到车祸和 想要捐血心脏后 才发生改变 本来车祸和温柔是想要原谅 这个母亲的 但是却发现 这个母亲竟然给自己买了 增加心脏功能的保健品 自己 到底是什么 是道具吗 有趣 虽然恨透了 可是他终究是自己的兄弟 由于动画质 但正提取了电视剧的某些片段 所以可能会觉得 我的解说精度有些快 但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原片产生了剧情断裂 所以 今天案例这部剧 主要是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个剧 回到故事内容 母亲才知道 自己儿子的身份后 还是有做出补偿 这是比较惊性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真的可以那么幸运吗 毕竟这只是一个故事 虽然我很认同雪龙于水 心情的羁绊斩不断这句话 但现实终究是现实 先不说故事中所产生的误会 是否能够被知晓 光是在如今 就有好多母亲 真的可以残忍地 扔掉自己的孩子 母爱真的特别伟大 但并不是说 生了孩子的女人 注视母亲 因为有些人 她真的不配做母亲 如果视频前那里 被母亲从小抛弃 你还能放下孕恨吗 如果你是一个母亲 你抛弃了孩子 在看到孩子 你是愧疚 还是无所谓 男性真的有时候很难揣摩 有时间的话 不妨在评论区发表一下你的想法 我是少年 一个明年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等会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